投资意大利还是进行大规模的捐赠 Investor Visa Italy是一支专家团队 它不但提供精选的投资机会 也可以根据投资者的需求和指示 为其寻找投资机会 由于我们的团队是以会计师 公正人 律师 工程师 比译口译人员 特别是移民法专家组成 我们的服务具有全球性和跨行业性 面向非欧盟的投资者 企业家和文学艺术事业的资助者 实际上 我们并不局限于寻求投资或者捐赠 我们也为您提供入境签证和居留申请方面的专业协助 我们还可以帮助您根据意大利法律 成立公司以及识别税收领域的最佳机会 我们推荐的投资主要包括外国直接投资 即购买意大利公司少数多数或者全部资本 而在捐赠领域主要涉及的是 旨在增强世界上最重要文化遗产价值方面的捐赠 即意大利 在这两种情况下 意大利法律均颁发投资者入境签证和居留许可 这是一种具有许多优点的特殊签证 其法律地位与其他非欧盟外国人签证的法律地位完全不同 实际上签证持有者没有义务在意大利居住 没有义务学习意大利语 即使是来自于一个与意大利没有互惠条件的国家 仍然可以进行投资 可以自由出入欧盟国家 尽管连续停留 不得超过90天 该类签证可以颁发给自然人或者公司 基金会等法人的法定代表人 签发投资者签证的时间非常短 如果正确提交申请书 并提供法律要求的所有文件 则有可能在40天以内获得签证 签证是在进行投资或者捐赠之前签发的 哪些是获得签证的条件呢 满足其中一个条件即可 向创新型初创公司进行至少25万欧元的资本投资 向普通公司进行至少50万欧元的资本投资 向公共机构或者私人企业会捐款100万欧元 用以资助历史文化遗产的重建 修复增强价值等项目 以及工艺性文化事业 如果投资者想要创建自己的新公司 或者通过收购如工业产权 农业公司 酒店或其他类似产权的方式 以建立自己的新公司 Investor Visa Italy的专家团队 将帮助您寻找最佳的投资机会 特别是确定最适合的入境签证类型 实际上对于这些操作 可以申请自雇人士企业家签证 或者是自雇人士公司支援签证 又或者是专为投资者经理颁发的ITC签证 这些类型的签证 可以使您获得对应的居留许可 与投资者签证相反 您将有义务在意大利居住 并学习意大利语 这条信息只是一个简短的介绍 目的是吸引想要来意大利投资的人 在我们的网站页面上 了解更多主题相关信息 或者以电子邮件的方式 联系我们的客服 我们的官方语言是意大利语和英语 如果需要的话 我们也可以提供中文服务 这条信息就是什么 是一条信息 这是画面上的